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3号 时间过得非常快 以前我们觉得3月份可能疫情就结束了 但是到现在发现还是我们太天真了 比想象中的要稍微严重一些 所以说上周大家也经历了金融市场的风暴 所有的金融股票 尤其是欧美以及包括中国稍微也跌了一下 但是没有欧美市场跌了那么多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 因为过去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未来的事情和现在当下就比较重要了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在疫情的中后期 所有最坏的可能性呢 都已经被大家想到了之后 甚至有人觉得世界末日都要来了 还有人呢 大量的囤这个卫生纸 像Costal 还有这个Costal 周末的时候呢 很多人拉了一箱又一箱的卫生纸回家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卫生纸 但是呢 形成的恐慌效应肯定是有的 那么最坏的结论呢 或者是想象力啊 都已经被大家考虑到 那么未来呢 在今天以后呢 市场会有如何的一个反应 到底呢 是应该超低股票 还是说呢 反弹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在今天就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以呢 金融始终是有风险的 我相信在上周呢 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啊 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 尤其是对于个股来讲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市场是分为三类投资品啊 一类呢 是中性资产 中性的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来了啊 或者是没有金融危机 对它的影响都不大 那么这一类呢 就属于我们目前啊 或者是中长线投资者比较着重去看的 像我自己的话 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在这一类的资产上面啊 比方说我们啊 了解了这个奥元队新兰的纽币啊 这个就属于 那么其他的呢 两类呢 就是避险产品和风险产品 像我们华人常说的房子啊 其实房产呢 也属于风险资产 很简单 因为金融危机一来 或者经济出现危机的话 那么房子的价格最终都是下跌的 并且呢 很难出手 相信在17年的时候 大家就体会到了 因为有很多人在17年呢 抛售房产的时候是低价啊 一直在降价抛 但是呢 还是没有人买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尴尬了啊 需要用钱却没有钱用 但是呢 如果是金融市场非常好的时候呢 流动性很充足 那房子涨起来也很快啊 百分之十几亿年也是可以的 相比于这个呢 股票市场上周呢 波幅也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养老金啊 像我自己养老金明明知道要跌 但是呢 还是要抱以侥幸心理 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是错误的 结果呢 亏损非常严重啊 可能啊 一个星期就亏掉了我们养老金的百分之十几 啊 那么如果我们在同时能够做空股票的话 这个风险呢 就会降低 那么另外呢 就是股票啊 外汇 黄金 石油 股指 期货 还有数字货币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尝试做 但呢 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去选择最合适的金融产品 那我们的投资呢 啊 并不涉及这个个人财务目标目标状况啊 只是一个宏观的啊 我们叫一般性的金融投资建议 只对产品进行分析 那么澳洲的银行啊 会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管 所以呢 资金呢 大家啊 放心啊 这个监管要要求澳洲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早上和分析报告啊 广播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右边呢 是我们的同事 现在呢 我们已经是华人中文部啊 是GoMarket的一个部门 那么现在已经大概有十几个人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们其实呢 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病毒的来源 第二部分呢 就是如何正确优雅的去抄底 抄底呢 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性 像老外来讲的话 它其实呢 是如果价格下跌 它就会一直在抛售 我们看到这个欧美市场最近的表现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华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觉得越跌越买 这样的话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如何在正确的点位去抄底就非常重要了 其实病毒的来源呢 上星期有日本官方媒体 爆出来说是可能是从美国来的 中国不再是第一个病毒的这个传播员 那可能是从美国来的 那这个消息到底是靠不靠谱呢 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上网去查 现在的网上呢 什么样的信息都有 但是这个信息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呢 从病毒的遗传学来讲的话 中国目前发现的只是五类分支里面的两类 但是从美国呢 是发现了所有的病毒的这个分支系列 就是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呢 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那么大家如果上网查这些资料啊 就可以查一下啊 比方说啊 我们搜一下 啊 冠状病毒 啊 就是零号病人的由来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在医学上存在了一定的争议 啊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啊 就是说武汉不是第一例 所以说呢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六天前报出来的 六天前呢 也就是说从上周啊 大概是上周二左右 上周三二三的时间 也就是报出来之后呢 大家会觉得 哎 美国在去年那么多的感冒 或者是一千多万人的流感感染人群呢 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冠状病毒 因此呢 大家就觉得恐慌了 啊 这个时候欧美市场就会 大量的一个抛盘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继续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同事啊 就不多说了 另外上周呢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金融市场的三个核心要素啊 人口 GDP和M2货币 为什么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呢 啊 底下是我们上周的一个公式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呢 像这个人口啊 是不能突然发生改变的 那么GDP呢 现在肯定是下行的 我们在疫情之后呢 所有的经济产能都是受到的冲击 那么唯一能够调整的就是M2啊 这个M2就是我们现在澳大利亚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降息 那么今天啊 还有一个国家 我忘了是马来西亚还是哪一个东南亚的国家 也降息了 同一天两个国家降息 那么这个呢 就是M2在改变 所以现在政府和央行能够做的 就是第三件事 把市场上的货币变得更多 那么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 还有上周呢 我们网课讲到了 大家是欧元可以抄底啊 现在欧元已经涨气势如红啊 涨得非常厉害 从上周呢 我们给大家的技术分析 带来了就是点线面 那么在25号呢 我们也是发了短信啊 说这个欧洲目前出现较为严重的疫情 但是呢 技术层面欧元已经开始出现反弹 下方的两个支撑位 1.0785和1.0817 所以呢 可以在1.0865下方买涨 那么止损呢 是在1.0816 长线位于呢 1.0785 这个呢 图就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25号买入了 基本上呢 到现在都是止盈离场了 那么第一个价位是1.0890 第二个止盈价位是1.0925 这个呢 还是比较完善的一个 基本上是实现了啊 这个盈利 现在已经是涨到1.1以上 当然大家做欧元如果比较少的话 其实呢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相应的一些产品啊 因为两个货币 欧元和美元比谁强谁弱 那是欧元强 但是澳元和美元比 那就是美元更强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涨 这个欧元对澳元啊 不一定对美元 所以说找到最强和最弱的那一个货币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大家做交易做的非常频繁 是这个有的人赚钱啊 越赚越开心 有的人亏钱越亏越上火 然后越上火呢 做的这个越大 量交易量就越来越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找这个比较刺激的心理 包括我本人也是啊 有的时候赚几十块钱 几百块根本就没有感觉 那么啊 我们就会喜欢去寻求啊 分分钟上千 甚至上万的这种刺激感 那么本质上来讲 其实跟我们最近在超市囤这个卫生纸啊 是一样的道理啊 就是这个卫生纸 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偏理性的 那么就会感觉我们是花了很多冤枉钱 所以一定要走心赚钱 而不是走肾啊 赚钱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在早上的时候 我就给大家发微信了 微信说呢 这个让大家去啊 信息是在这儿 今天关注澳联储利率结议 关注澳元第一位买入的机会 那么昨天呢 也是美国降息概率大幅上涨 利好澳洲股市啊 今天澳股大幅 大概率大涨 那么今天澳股开盘之后 也是上涨了 上涨了差不多一百多点 啊 然后呢 今天澳联储利率结议公布之后呢 澳元也是开始跳涨 啊 先跌 跌了十几个点 那么图在底下这张啊 底下这张图跌了十几个点之后 打到了0.6514附近 然后呢 开始上涨了 大概是50个点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在早上9点多 给大家群发了这条信息之后呢 啊 这两个 就是10点澳洲一开盘 追涨股市 那我们能赚一百多个点 那么或者是追涨澳元 到现在呢 也是赚钱的 我们一般很少群发短信啊 群发这个微信啊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收到了微信 还是适当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啊 准确率还是比较偏高的 给出这个几个原因啊 因为不可能是无缘无故 就觉得澳元一定会上涨 非常简单 那么它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呢 就是说澳联储呢 是需要靠降息来刺激经济的恢复 增加市场信心 并且呢 澳洲很多出口行业 像教育 旅游啊 包括这个铁矿石 都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呢 目前需要这个释放 一定的流动性和资金到市场上 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最后收到利好的一个行业啊 股票行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把这些删除 啊 这个呢 就是受到利好的一些行业 包括这个房地产类的行业 还有出口型的一些股票行业 都会受到利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澳元的走势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 欢迎在底下的question里面打出来 包括如果大家现在持有某些仓位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 或者是想要买入什么 都可以问 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时间会比较多 因为下下面那部分呢 我就会给大家分析一下 呃 我个人的一个持仓情况 呃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进行啊 因为我的这个耳机总总响声音啊 所以说非常抱歉 总他这个声音总是打断我 很奇怪 呃 那么我们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啊 这里有一些小问题 啊 我们之前讲了那么多的网课 但是呢 很多人发现最后呢 还是不会交易啊 不懂怎么交易 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啊 这个大家都可以拿本子写一下 就是说图形啊 和我们说的消息新闻到底是哪一个更重要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这么多的网课给大家讲解到的呢 就是基本面是更重要的 基本面的会改变技术图形啊 会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 那么技术图形在没有消息的时候呢 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如果消息出来了 像今天啊 不管你技术图形什么样的 澳联储只要公布利率这一了 他最终都是上涨的 所以呢 基本面更重要 那么影响经济的三大要素是什么 刚刚我们也说了 就是人口GDP和MR MR如果大家有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意思 可以去查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市场上所有流动资金 这三个是核心要素 然后呢 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三大要素会怎么改变啊 人口是不变的 GDP是下降的 MR就会上升 因为他最终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所以呢 GDP下降的 就需要通过MR来补充 所以呢 这个两个 在经济总量上需要画一个等号 那么最终印多少钱出来 基本上看这个 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大概是要出25亿 25万亿 114年的时候是4万亿 今年呢 可能要出25万亿 经济政策 其中呢 会有大量的基建项目 因此呢 对澳洲提望时 会是一个重大利好 大家可以关注一些上市公司 比方说IO 今天涨幅也不错 那么它的年终分红呢 是6.3%左右 分红也非常高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避合避拓 或者是利拓这些上市的矿企 另外呢 澳洲大盘也会受到支撑 澳元也会在未来呢 受到一定的支撑 所以呢 这个是中国目前 25万亿的一个政府项目 技术分析的三个宏观要素 大家想一下是什么 技术分析 那么我们首先要想到的 就是时间 空间 和概率 手里有笔啊 可以记一下之后 我们就不再讲这么多次了 如何判定概率 我们之前呢 有一个Excel表格 Excel表格通过的 就是一些简单的统计 统计学的原理来确定方法 这个Excel表格 给大家再看一下 那么概率呢 我们会最终得出两个概率 然后取一个加权平均值 结合自己的一个仓位啊 所以说呢 左边就是概率 那这个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再问我们的同事 那么像底下 这个黄金是区间交易 还是说趋势做交易 像黄金 我们很多人最近在做黄金 当然有赚的 一晚上赚几万块 也有亏的 那么黄金呢 就是趋势交易 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大家回顾一下 要记在心里 二元对纽币 这种是区间交易 还是趋势交易 它是区间交易 央行降息 对银行股是利好吗 对银行股短期不是利好 因为呢 原来银行是赚1.5% 对吧 我们放贷借出去呢 是3%的房贷 那么存款利息成本呢 是0.75% 运营成本呢 是0.5%左右 所以说呢 银行能赚1.5% 但是现在降息了 降息了的话 那么银行的存款利息成本 是0.5% 银行的贷款成本 也在相应的下降 所以呢 银行整体啊 现金少了 存在银行的钱更少了 所以说呢 储户不把钱存在银行了 银行无钱可以放贷 对银行股短期不是利好 所以大家很明显的就能想到银行股为什么今天下跌了 就是因为降息对银行股不是利好 短期啊 长期的话 经济复苏 那么企业贷贷款增加 对银行股是利好 因为长期看的话 利息这么低 越来越低 那么大家都去做生意了 做生意啊 或者做消费 那么生意就容易 简单 经济复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跟银行借款的企业就多了 企业贷款呢 利率成本比较高啊 一般是8% 9% 10% 那么房贷利率呢 是3% 所以房贷是不赚钱的 未来呢 银行的企业贷款增加 所以银行股在未来会上涨 那么就属于降息以后的经济复苏 大概是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所以呢 短期银行股啊 会承压 但是长期是利好的 奥牛怎么看 奥牛很简单啊 现在一直在区间里面 没有任何的风险 家园对瑞元 瑞士法郎一会儿会讲一下 在底 目前是一个相对的底部啊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 就是建仓是怎么建的 像我之前也被套了 家园对瑞士法郎 被套了 也有止损离场的 但是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加仓 原因很简单 加仓和不加仓 抄底和不抄底 因人而异 根据我们自己的仓位去判定 上次澳联储没有降息 奥元上涨 这次降息 奥元还是上涨 不太懂这个逻辑 其实这个逻辑 刚刚给大家讲到了 就是 它降息是一个必然事件 哪里去了 我给删掉了 它降息是一个必然事件 既然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必然事件了 那就很简单了 因为今天 昨天给出的这个 RBA降息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昨天机构都知道要降息了 降息了之后呢 就会对澳洲的经济是一个支撑 如果是单纯从汇率上的角度来讲 它当然是下跌的 所以市场是最开始是下跌了十个点 我们看到这个图 它是下跌了十个点之后又上去了 所以说呢 金融市场上会先评估 第一反应就是降息 OK 价格下跌十个点没问题 或者是更多二十个点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降息之后 澳洲的经济会刺激上涨 对吧 会复苏 那这样的话 金融市场的话 觉得澳洲更有信心了 抛澳币还是持有澳币 本质上来讲是机构 海外机构在决定的 那么海外机构决定抛售澳币 还是持有澳币 其实呢 一个是根据它的利率水平决定的 另外一个是对本土投资机会的考虑 如果在澳洲投资机会回报率很高 投资的产品很多 那么假设利率很低 也没关系 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的话 在澳洲无风险收益 向房产投资 向养老金投资 向抵押贷款这些投资项目 基本上呢 它的回报是能做在三点几和四点几左右 这是机构的回报 所以呢 如果是降息之后 对于它的在这些回报地产项目 或者是商业地产项目 收租的这些项目上面有一个利好 因此呢 澳元整体还是上涨 就是因为大量机构买回来了澳币 认为我继续可以未来投资澳洲的这个市场 尤其是股市和房市 或者是商业地产类 因为机构的钱不会投资 住宅 因为住宅的话 这个不是商业地产 所以说呢 住宅未来怎么样 还不是那么确定 但是商业地产的话 是受到了一定的资金青睐 澳元短期会怎么走 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 这个呢 就是澳元对纽币的一个区间交易 看的指标是什么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ISI 其实区间交易 ISI还是比较好用的 在30 我们可以看一下 30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上涨的 这里是30 这里也是30 对吧 我们对应一下 还有这里对应一下 基本上都是上涨的 那么在这个顶部的时候 因为澳纽整体目前是在1.04附近 所以说呢 我们在碰到30的时候买涨 但是70的时候不能做空 因为它大部分的时候是上涨的 因为现在位置太低了 所以是这样一判定的话 我们在30买涨了 赚钱的概率就非常大 好了 这个是刚刚的问题啊 也给大家讲到了 讲到了 那么现在呢 就是抄底的问题 如何优雅的抄底啊 目前呢 家园对瑞士法郎 现在肯定是被套的 像我因为 因为我已经是被套了 那么石油呢 我也是被套的啊 亏得非常严重 在石油上面 相信大家也差不多啊 石油上面能赚钱的 确实是很少的人 那么抄底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 两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呢 就是我们最开始讲到的 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率 那么时间上 谁知道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 告诉我 有没有人知道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假设啊 疫情是在 现在看三月 肯定是没戏了 我们假设是在四月中旬 到五月中旬 那就证明 金融市场提前一个月的话 那在三月 三月份的时候呢 才是我们真正的 可能在金融市场上 比较确定的是底部 就是在时间上确定的 那么空间上的话 我们看一下石油 现在是跌到四十多块 我们知道在前几年啊 四十多块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图 在空间啊 概率现在上涨 概率啊 挺大了 其实啊 我们再去确认一下概率 现在我就随便写一个 确定概率的方法 都告诉大家了 就是这个excel表格啊 用它来确定概率 现在的概率啊 怎么确定的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取今年和前十年前五年的一个平均值 我们先找一下石油啊 大家有没有石油赚钱的 举个手 让我难过一下 大家这个都赚钱了 我亏钱了 好的 这个是石油 石油可以看到 从近一年的价格上来讲 只有在18年12月份啊 有一部分时间是到达了50块钱以下 所以说呢 这个概率呢 应该我估算一下 可能是365分之五左右啊 这个概率 所以概率非常低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买涨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这个概率可能是85%了 对吧 那这个呢 空间空间有没有到啊 我们看一下 目前的空间的话基本上是最近是跌到了前面的这个低点 啊 这个低点 对吧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也是到的差不多了 就是43块8附近啊 最近也是刚刚到了这个43块8 所以说呢 也是18年12月的一个低点 所以位置也到了 大家如果是抄底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非常好的了 概率又高啊 然后呢 位置又好 那么从时间上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手里已经有石油的仓位了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等啊 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下行的曲线 我把它放大一点 那么这儿呢 会连成一条线 那么在 我们刚刚讲的是几月份啊 是三月 我们初步规划 可能是三月底 疫情呢 在金融市场上的反应就结束了 三月底 那么这条线呢 刚好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一个月 一个月是多长时间 从现在到三个月 三月底应该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就是从 这是二月十二号 那么我给大家量一下 二月 我们找到二月七号吧 因为三二月六号吧 大概是这样的时间啊 这样 就是这么一段时间啊 我们再画过来 差不多到这儿就三月底了 到这儿就三月底了 所以说呢 这样画出来之后呢 它的交点是在哪里呢 交叉点 交叉点就在这里啊 就是黄线和我这个时间点 就是三月底的交叉点 就画出来了啊 这里是三月底 我们刚刚预计的 疫情是在四月底结束 或者是五月初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金融市场 会提前一个月反应 那么从这儿开始 石油才开始真正的一个上涨 那么现在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幅的 狭窄的一个震荡期啊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止盈是在哪止盈了吧 就是在49块钱啊 48块5到49块钱啊 差不多我们石油多单 就开始止盈了 所以呢 现在不具备 在市场疫情 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 它不具备大幅上涨 在碰到这个阻力线之后呢 很有可能继续下跌 然后呢 在46块1上方震荡 最终呢 在三月底 跳出这个下降区间啊 然后正好时间也对 正好是三月底啊 那么就上去了 对吧 时间空间啊 以及概率在这个点位 是最佳的进场点 也就是说 60 46块1 三月底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这么得出来的啊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 啊 这是石油 所以说澳元对加 对 这个加元呢 对瑞士法郎也是一样的啊 他俩属于同一个产品 这下懂了吧 啊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传统的这个策略 我们判断出来 就是在三月底 在46块1的时候 美国石油的进场点 那么英国石油和加元 对瑞士法郎是一样的啊 因为他们就是相关性很强的产品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根据仓位和总资金 以及空间 加上对冲策略 来确定进场点啊 是否抄底 啊 大家如果第一次听不明白 可以记一下啊 仓位 假设我现在有 加元对瑞士法郎了 那我还需要抄底石油吗 肯定是不需要了 对不对 两个是一样的 那我如果现在有股票了 我有大量的股票 将近10万块钱的股票 或者20万的股票 我记得 我也不需要去买石油 也不需要再去买加拿大 对瑞士法郎了 因为方向还是一样的 很明显 大家最近发现了石油涨 股市涨 对吧 加元对瑞士法郎涨 那么石油下跌 股票下跌 加元对瑞士法郎下跌 啊 那么股票指数也是一样的 只买一个就行了 第二的是总资金 如果我10万的资金啊 我只买了100桶石油 没问题 我可以再继续买 买1000桶都没问题 买1万桶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只有一万块钱 我就买了1000桶 那波动一块钱 就是1000美金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能轻易抄底了 因为它现在呢 还没有形成完全上涨的一个区间 时间点也不对 所以时间 空间和概率 三点缺一不可 现在呢 只有空间和概率 对了 但是呢 概率没关系啊 概率虽然比较高 上涨的概率高 但是呢 我们赚的空间很小 对不对 赚的时间也很小 随随可能下跌 所以说呢 哪怕概率大 我们也不能动 一定要等时间 空间 概率三个 全部是上涨 我们才能进场 大量的资金买涨 现在呢 我们总资金啊 1万块钱 1000桶 就是合理的 超过1000桶 就是有点多 那么空间 刚刚说过了 就不多说 对冲止损策略呢 假如啊 我们买涨了石油 因为假设我们觉得石油 是赚利息的 我可以长线持油 那短线呢 我可以做空一些股指 因为股指波动 一两百点是很正常的 我可以逢高做空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或者是做空澳元 也没问题 如果今天澳联储降息了 我可能觉得短期 澳元还会下跌 那我做空澳元 其实和买涨石油 是对冲的 澳元属于贸易货币 如果全球贸易好了 那么澳元就涨 石油 同样也是贸易货币 贸易如果是更好了 那么石油价格也上涨 所以说呢 做涨石油 我们可以做空澳元来对冲 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对冲策略 另外的止损策略 就是属于 如果我们买了 2000桶石油 我可能要止损掉500桶 或者止损掉200桶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网课的所有操作记录 那么日三行无声啊 我们都网课这个复盘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做投资和做交易啊 当做恋人来对待 做投资是长线 那么就要当做婚姻来对待 那么做交易呢 可能是偏中短线啊 大家可以当做恋人来对待 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做交易会非常的 呃 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啊 一会开心啊 一会不开心 赚钱非常爽啊 亏钱了很不开心啊 那么做投资价格的涨跌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不看一时得失 对吧 夫妻吵架也是这样的 那可能今天吵了明天就好了 但是恋人不一样 恋人吵了马上就要哄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感觉不是一样的 那么到底我们是做的是投资 还是做的是中短线的投机交易 大家一定要区分对待 一个是恋人 一个是夫妻 那么大家要把这种感觉 加到交易里去评判 我们的心态到底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就是要熟悉我们的投资策略 和自己的一些投资方法 市场没有错 我们恋爱的时候永远不是他错 而是我错 对吧 很明显 说他错没用啊 最后道歉的还是自己 吃亏的还是自己 不是吃亏啊 反正损失的还是自己 那么在金融市场上也是一样 市场永远没有错 那么如果我们跟市场逆着来对着干 那么最后亏钱是我们 而市场本身不会亏钱 那么给大家复盘一下 我的交易记录 在最底下 确定 啊 account history 里面会有我们过去所有的交易记录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印出来 那么如果是在交易记录啊 点鼠标右键 里面会出来日期啊 所有的all history 就是所有的交易记录 或者是我们选择自定时期啊 自定一时期 那么可以选最近两天五天啊 那我这里选一个所有的all history 那么网课是从18年啊 差不多是一啊 忘了是是不是18年9月份啊 反正这个账号非常非常古老了 2018年9月11号开的 那么当时呢是5万块钱 大家看一下这个交易还是比较频繁的 但基本上这个交易时间呢 都是网课当天交易的 因为会给大家讲一些行情 那么左下角呢是利润啊 这个账户呢 目前盈利是两万四千三 我点一下鼠标右键之后呢 点最中间会有一个save report啊 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save report 我把它保存在桌面 保存之后呢 他会打开显示成这样的一个图形啊 这个呢就是所有的交易明细 大家报税的时候 比方说6月30号我要报税了 赚钱我要报税 亏钱我可以抵税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要打印这个报告 去给税务会计师看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会有几个栏目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右边的这个就是close的pndl 证数呢就是赚的钱是三万两 两万四千三百零二 是最终我赚的钱啊 两万四 那么上面这个三万零五百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交易赚的钱 但是我付了六千多的仓息费啊 非常高 是不是非常高 付了六千多的仓息费啊 所以说呢 本身交易的这些成本呢 大家一定要考虑进来 如果是大家像我一样啊 做这个重仓 就是说我喜欢重仓做中短线 那么大家的这个交易费和持仓费 就相对比较重了 那么最终呢 减掉六千两百五十五块的 叫仓息费啊 那么最终呢 是净利润是两万四千三百 那么再往下看 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交易记录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早在二零一八年 这个账户开始交易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啊 一年半的时间 在最开始的半年呢 是下跌了 那么账户的净值呢 一度啊 右边这个是三千四百九十一 一度跌到了三千五百块钱 也就是五万块钱的账户 被我交易的亏了多少啊 亏了四万五啊 亏了四万五啊 所以说呢 大家会被打屁股的啊 这个亏了这么多钱 亏了四万五之后呢 在 半年之后啊 开始一路上涨 从四四千五啊 当时呢 本金啊 只有三千五啊 三千五百块 本金 然后交易到了十万块钱 大家看一下右上角是十万零四千 也就是说 我们有能力 从三千多块钱啊 一路上涨利润呢 是达到了十万多 按照倍数来讲的话 这个应该是多少倍啊 三千五百块 到了十万多 接近三十倍 所以呢 金融市场总是会有传奇的 在我们做交易的时候呢 当年呢 我们做操板手的时候呢 也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啊 就是说给你几个五千块钱的账户 然后呢 不停的去做交易 那么一段时间下来呢 可能会有一两个账户爆仓了 但是呢 也有可能有一两个账户呢 是翻了三十倍 五十倍 甚至更多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操板手需要去磨练的 但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我们不需要这么极端 啊 这个呢 就是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账户情况 那么在其实最近啊 这一段半年 我基本上没怎么动啊 最近呢 又是动了一下 啊 中间也有一些回撤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报告 来看一下自己的交易 是不是平稳的 像我这种交易啊 就不是平稳的交易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开始 我们自己的资金 十万五万 就不能像我这么做啊 因为这样的话 心脏会受不了的 那么最终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下边啊 是gross profit 我们做餐饮 或者做任何的企业 我们知道毛利润啊 是二十一万四 也就是说这个账户交易呢 一共赚了二十一万四 那么gross loss呢 就是亏损啊 亏损十九万 所以说减掉之后呢 就是净利润两万四 那么total profit就在右边啊 大家可以根据报告 看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啊 那么盈利的factor因子呢 是一点一三啊 也就是说我亏一块钱 我可以赚回来一块一毛三啊 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盈利因子 到底是多少啊 到底是零点几呢 就是说我亏一块钱 我只能赚回零点几呢 还是我亏了一块钱 我能赚回来一块一块一一块二 还是能赚回来三块钱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啊 profit factor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呢 maximum drawdown 就是最大的啊 就是回调呢 这个呢 大家要控制好啊 对于一个操板手来讲的话 中短线像我们这种 那可能回调是50%啊 我允许比方说我两万块钱的账户 我最多能回调一万块钱 但是大家不行啊 大家呢 这个一定要控制住 对于我们正常的投资者来讲 我们不是来赌博的 所以呢 我们的回调比例呢 大家可以控制在5% 10%以内啊 就是单笔亏损呢 不要超过20%啊 超过20%相当于10万块 我们亏了两万块钱 一笔交易 这个呢 就是不太理智的 那么再往下看的话 还有一些啊 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就是profit trade和啊 loss trade 那么盈利的交易呢 我大概是占了55.36% 亏损的呢 大概是44.64% 也就是说呢 盈利的比例啊 只有55% 当然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啊 因为有的人呢 赚一笔可能就赚一万啊 有的人赚一笔只赚一百块钱 所以说呢 哪怕你赚一百笔 才跟别人赚一笔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没有参考性啊 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啊 profit trade的百分比非常高 就觉得自己很很厉害 能赚钱啊 我见过这个盈利比百分之八十多 百分之九十多 最后赔了一塌糊涂的客户投资者 那么这些投资者呢 就是亏损的啊 不关单啊 一直拿着 那么赚钱呢 赚一点就拿就关单了 这是不正确的啊 因为你亏损的话 如果你不关单方向错了 这个会亏的越来越多 像澳元如果是在0.8就买涨了 那现在跌到0.65呢 就亏死了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有参考价值是之前啊 给大家看到的这几个数字 那么底下的话 基本上呢 就不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一些连续性的啊 比方说连续亏损的次数啊 16次连续赚钱的次数18次啊 这个呢 大家不要差的太多就行啊 所以说不是很重要 那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复盘我们啊 我的这个交易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在最开始呢 5万块能赔的那么惨啊 赔了只剩3000多块钱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引以为鉴的啊 那我们就从这个交易的历史记录里面 去找啊 亏的最多的那几笔 那么在9月27号 第一笔欧元多单啊 亏了1800块 这个就不看了啊 比较少 好了 第一笔出现了 是澳元对美元 在2018年10月3号的时候 亏了8600块钱啊 这个亏的相当多呀 所以呢 复盘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也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日子 什么原因亏了这么多 2018年10月啊 非常久远的日子了 2018年10月3号 2018年10月3号 好了 我找到了 2018年10月3号啊 在这里 好了 大家看到没有 我给画一个十字星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十字星的位置 就是大概是10月3号 这个时候呢 澳元对美元呢 是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的一个底部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构成了一个W底 所以呢 我在这儿买涨了 其实逻辑上来讲是对的 对吧 就是两个底铸成了之后呢 我买涨了 但是呢 啊 未来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哎 止损离场了 当然没有止损啊 是我的止损设置了在0.7080啊 0.7080 但是呢 我在0.7093啊 多了10个点 我就跑掉了 因为我发现不对 那么之后发现了什么问题啊 他连续在这儿震荡 对吧 多次碰到了这个最低点 所以如果我们当时止损是放在了这个0.7080 也会被止损打掉的 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设止损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设在0.7080这个位置 我们很多人设置止损啊 非常喜欢设 比方说黄金设在1600点的止损啊 或者是啊 澳元对美元设在0.6500的止损 那很明显都被打掉了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止损的价格是0.7022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一单想能赚钱的话 我的止损至少要放在0.7022的位置 但我 我是做了八手 八手非常多了 所以呢 我不可能放那么远 我当时呢 就马上离场了 虽然后来呢 我们发现啊 我们的技术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啊 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上涨 那么价格呢 一直是从这个 0.7080涨到了这个黑色的线啊 就是这个通道啊 通到这里 然后又下来了啊 那么涨到这个交界处呢 大概是0.72 涨了150个点 我们就没有赚到钱啊 原因就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设的止损太近了 并且呢 是整数关口 0.7080 没有给他下冲的区间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交易的手数太大了 八手 如果再往下跌到0.7020的话 我就要多亏60个点 60个点 八手的话 那是多少钱 啊 就是差不多是 4800块钱 啊 美金啊 那换成奥币呢 又是多亏8000块钱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能持有了 啊 那16000块钱亏损 就相当于是我们本金部分的30%多 这是不能容忍的 那么之后呢 还有一个十手啊 又是抄底 抄底10月4号啊 最后也是亏损离场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十手啊 八手这样的 肯定是要设止损的 对不对 设了止损 问题就来了啊 很容易就被打掉 所以说呢 对于短线来讲 如果大家做重手啊 短线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动辄就是上千上万 那这个呢 是不太可取的 还有呢 这里又出现了一笔 比较大的 是五手啊 那么五手竟然也能亏到了 13479块钱 亏了这么多 啊 所以呢 我们就找到了 在这个账户刚开始交易的半年时间里面 主要亏损就是来自于澳元兑美元 并且呢 都是买涨的 而在2018年 我们也看到了 澳元兑美元整体都是下行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方向错了 这个呢 就是从我把它缩小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从2017年到今天为止 澳元都是下跌的 所以说呢 从2017年12月到现在两年时间里面 我们但凡做涨澳元最后呢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亏损离场的 原因很简单 他在一个下行区间里面 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做涨 那么赚钱的概率都很小 哪怕我们在一个相对低点做空 他现在依旧是创出历史低点 所以说呢 最终空单还是赚钱的 这个呢 就是趋势上我们错了 趋势错的话 我们一定要设置损 而不能扛单 你看五手就亏了这么多 从0.7234跌到0.7044 我看一下是什么位置 这个呢 就是2018年12月不死心 不死心又再次去抄底 12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善于把自己做过的交易啊 回归一下 回顾一下 就像我们 比方说我们都有初恋吧 我相信九成的人都有初恋 那初恋到底最后分手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我们年少无知 还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不懂浪漫 还是不懂怎样怎样 那我们要复盘研究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在下一个恋爱的过程中 给到对方 就是更好的一个环境啊 让他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努力和真诚 但是呢 最在一开始 第一次谈恋爱就坚持到最后这个比例很小啊 但是是很有的 但是这个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开始赚钱 一直赚到最后是很难的 中间肯定会有断断续续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复盘就非常重要 我们复盘的话 是这个是12月13号 2018年 好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12月13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澳元我们看可能是开启了一个上涨 我把它继续画成十字线 这样的话大家就很清楚了 在十字线这里买的涨 那个时候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认为呢 从两个WD诸底之后 最左边两个WD诸底之后 应该开启一个上涨 对吧 但是呢 很不幸啊 很不幸 他在买入之后呢 连续下跌 并且呢 突然有一根闪崩 崩到了0.6667附近的位置 幸亏我们射止损了 不然这个就亏惨了 所以止损一定要射 那么无手呢 最终亏了一万三 跌到0.7044 我看一下是在什么位置出厂的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0.7044 出厂的理由也很简单 7044跑到哪里了 到这了 对吧 他把之前的WD呀 给跌破了 也就是说之前呢 我们买涨的原因是因为 他住了一个WD 那么自然呢 止损就放在这条线 两条住底之后 就是在0.7044 然后呢 跌破了啊 跌破了我们就离场嘛 大家也不要贪心 虽然最后又涨回来 但是中间这一根线 我们肯定谁也受不了啊 对吧 你怎么能让账户浮亏几万块 然后再回来 那是没用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笔 一万三千多的亏损 所以到这呢 我们就基本上了解了 我们啊 最多亏损的一个情况 啊 就大概是差不多三万多 四万的亏损 都是来自于澳元本身 好了 这个呢 是美元队 啊 这个巴西 或者是里拉那些产品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是赚的比较多了 所以是美国股指啊 美国股指 我做的比较多 另外呢 这个呢 是白银啊 白银也比较值得 给大家讲一下 白银的这个产品 非常的悲痛 对我来讲 虽然也赚钱了 但是不多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银的二十手 是在15块08 2019年4月份买的 2019年4月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非常悔恨的一些订单啊 比方说我刚买进去之后 然后呢 开始亏钱 打掉止损之后 开始大幅上涨啊 如果当时不打掉止损呢 赚了很多钱 但事实上 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 假如当初 4月22号的话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4月22 我再画一个十字线啊 这样我们就知道 什么时候买的 大概是15块02啊 15块08的时候买的 就是这根十字线 买了之后呢 它开始下跌啊 下跌 但是当时我们知道 因为19年4月份的时候 网课一直在讲 当年全年黄金白银看涨 对吧 看涨看涨 然后最后呢 还是下跌了这么多 到14块85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14块85的时候 很短啊 就已经止损离场了 大概呢 亏了28900多啊 这个加上这个仓息 就亏了3万块 这一笔就亏了3万块 所以说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刚刚也看到了 说亏了只剩3500块钱了 5万亏到剩3500了 就是因为这2万3万的啊 亏损加上澳元 对美元趋势错误 亏了那么多 然后最后又怎么赚回来的话 我们再看啊 之后我们做空了一个指数 指数这儿 我一会最后讲啊 这个赚的是3万6 我们就不讲 在这儿就不讲啊 因为这儿我们是讲趋势的 好了 这儿还有一笔啊 是18000啊 这个是 是英镑对日元 这个也是抄底啊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抄底啊 在外汇市场上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外汇市场上 很多时候是顺势啊 除非说是我们拐点 找的非常好 但这个概率还是 比较难确定的 英镑对日元的话 在2019年5月30号 我也找到了啊 在这个位置 5月30号 那么止损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7月9号 7月9号 也说呢 我在这个位置进场 然后在这个位置离场 啊 原因也很简单 大家很明显能够看到了 在这儿进场 是因为这儿有一堆毛刺 毛刺的话 形成了第一个阻力 对吧 第一个阻力之后呢 我就在这儿进场了 那么止损收在哪呢 止损就收在第二根线 红色的线 对吧 我们看左边 有一个毛刺 向下的一个闪崩 那么闪崩之后的一个回补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135.50附近 所以呢 我止损就收在这儿了 基本上都是按照技术分析来的 所以说呢 整体上技术分析呢 其实只是能够辅助我们判断 但是呢 它的概率没有 我想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啊 胜率 所以说呢 我们基本上 不能以技术分析为主要的核心因素 因为当时我们很明显 基本面是下行的 所以说整个英国呢 处于脱欧 一个尾声 对吧 2019年 我们知道下半年 英国迟迟脱欧 脱不顺利 各种脱欧难产 到最后呢 英镑当然下跌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抄底 基本面不允许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有时间空间和概率 时间不允许 因为当时脱欧没有结束 空间呢 英镑的波动空间很大的 哪怕我觉得向下的空间很小 但是随时有可能打开 因为时间不对 第三个呢 就是概率 概率哪怕上涨概率最大 更大 但是呢 我们时间啊 没到脱欧结束的那一天 之前 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说呢 现在石油也是抄底 不到时间啊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疫情 结束的前一个月 我们才可以进场 这个呢 就是失败的案例啊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啊 讲一下这个啊 百分之多少的亏损啊 这个亏的比例很高 那么之后一部分呢 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就说怎么从3000多块钱 赚到了10万块钱 这个呢 是大家啊 需要去做的 那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大部分的都是这种短线的指数 赚到了钱啊 那么红色的这个部分啊 都是止损 我有个习惯啊 就是不管赚钱还是赔钱 我都会设止损 哪怕赚钱 大家看一下 左边都是止损离场的 但是右边都是赚钱的 为什么止损还能赚钱呢 就是当我这个订单啊 开始赚钱的时候 哪怕赚几百块 我也会设一个止损 假设呢 他往上涨 赚了几千块 几万块 我还是会至少在我开单以后的价格 设止损 这样的话哪怕价格回来 我也不会亏钱离场 所以这样的话 我才有信心啊 赚大钱 像我刚刚有很多订单啊 赚了三万 四万 两万啊 都有 那么大家呢 也是要用类似的一个方法 不一定要看我们赚钱的比例 就是啊 次数 但是呢 每一次赚钱我们尽量赚大的 亏钱我们尽量亏小的 这样的话 哪怕成功一次就赚很多钱 像最近股指下跌啊 就有人是这样子做的 在高位做空啊 做空之后呢 跌下来 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空德国股指啊 我一直说做空的话 我们一定要做空德国股指啊 那么再往下看啊 有没有赚钱比较多的订单 这有一些小单 啊 这里有一些是大概是 啊 这是黄金1657做空 那么到了1583啊 然后平仓啊 这是最近几天做的 这是已经到二月和三月了 那么今天的话也是做了一张指数啊 大概是八千多的一个利润 那么为什么指数比较容易赚钱呢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教给大家 做一些短线的指数 指数其实非常好做的 只要不贪心啊 我们先从最低点左下角开始看 他只要是突破 我们知道美股肯定是要反弹的嘛 那么在他突破了黑色线的时候啊 黑色底下这个线之后呢 基本上会断定短期短期是上涨的 对不对 短期只要上涨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策略来 那么突破买涨 对吧 这个是第一个突破位买涨没问题 然后呢 从这里开始买涨啊 然后随时可以出啊 当然呢 我一般都是设一个止损 然后就不出了 然后好了 在这震荡三次 对吧 这震荡了三次 形成了一个区间带 然后呢 又开始突破 那么突破我们继续追涨 就是这么简单啊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 这又开始突破 啊 这又开始突破 那突破了我们继续买涨 对吧 所以呢 指数交易起来比较简单 很多香港机构啊 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香港客户 一个星期赚几百万 太正常了啊 下次我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给大家晒一下啊 一个星期赚上百万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很简单 那么股指的话 大家看一下 前段时间下跌的这个过程中啊 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呢 一个星期赚几百万都是很正常 但是他们账户只有100万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一个星期翻一次倍 那么就是啊 顺势做 那么顺势做的话 在上个星期 绝对是这种交易方法的一个啊 最大的获利来源 那么之前我讲过 我们要做空德国股指 然后呢 再做多这个 澳洲的股指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最终的区别是什么 澳洲股指是从7150点跌到了 6300点啊 给大家写一下 7150点 跌到6300点 这个呢 是澳洲股市的一个下跌幅度 啊 这个大家 这句话可以记着啊 把交易当成恋人对待 要越来越熟悉 不是他错啊 而是我错 不是市场错 而是我们错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澳洲的赛克200的一个波动 是从最高点 跌到 7150跌到了 6300点 我们再看一下德国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可以做空德国的买涨澳洲的 其实呢 我们预防的就是下跌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市场啊 比澳洲要弱得多 啊 因为欧洲太不稳定了 欧洲呢 是从13000 这是多少 13750点 跌到了 11500点 我记一下 11700点 好了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下跌 啊 2050点 那么澳洲下跌多少啊 澳洲大概是下跌了850点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同时做空澳洲200指数 我们大概呢 是亏 我们做涨 就是买入啊 这个我在前面标一下 买入澳洲200指数 卖出 同时卖出 欧洲的指数 那么我们最终的是亏850 然后呢 转 2050 好了 这就是同一天操作到今啊到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的一个差别 一边呢是跌850点一边是跌2050点啊 所以说呢我们最后呢是转这些这个呢就是属于套利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股市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啊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如果跌的时候呢 澳洲跌的会少欧洲跌的会多 那么在下行空间下行的时候呢股票跌的时候呢 这个策略就非常稳啊 这个呢就是属于套利的一种方式啊 大家可以学一下 然后呢这个是中国股市最近的情况啊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右右下角 为什么突然蹦到这了 就是因为最后一个话题啊 就是这个粮食安全问题啊 右下角我们看到上涨比较靠前的这个呢 就是啊 一费处理 我们知道像中国的这些口罩啊 如果是用完了之后 那就处于啊 属于医疗废物废弃用品啊 那这些呢就属于要特殊处理了 因为像口罩这些上面都是细菌啊 病毒啊 他不可能扔到拉箱就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些啊涨幅比较大这些企业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这个农业种植农药 受药就是药啊 农药食品安全涨幅比较大 那么在 澳洲呢 我们同时看一下澳洲有什么股票呢 是叫CGC 就是我们一直推荐啊 最近推荐了 那么他的股价一直是在涨了 从1月份啊2块多啊 1月份是2块4毛6 涨到了现在3块2啊 其他公司的股价都在跌 他反而在创新高 这个呢 我们也是在去年11月份就开始推了 这11月份啊 大活动的时候 三四百人的那场 因为他就是呃 我看一下 他就是做这个股物的啊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手里想要抄底股票的啊 或者是觉得未来这个虫灾啊 蝗虫比较麻烦的股票 这个可以选一下 他呢 annual report就在右边 呃 在哪看呢 这个是SEC的官网啊 就是我们澳洲的这个官网 这个呢 就是他的财报啊 我们可以下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小西红柿啊 对不对 是我们非常喜欢吃的 超市都有卖的 还有这些啊 叫桑胜啊 或者是一些蘑菇 对不对 那这些呢 就是还有这个是他的产区啊 所以说呢 CGC这个公司呢 本身啊 这个农业啊 就做得非常好 还有这个甘果类的啊 刚刚看到这些mushroom啊 等等的 还有这些牛油果啊 牛油果利润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粮食类的 你像这个蝗虫 蝗虫飞到哪都不可能飞来澳大利亚 对不对 现在呢 中国也有蝗虫了 我们看一下 搜一下蝗虫啊 大家可以看到 15个小时之前 中国林草局发出预备蝗虫大举入侵的紧急通知 蝗虫或从云南啊 云葬侵入中国啊 云葬 云南西藏地区入侵中国 这个非常麻烦啊 同志们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跟这个啊 冠状病毒的灾难同等级别 我我认为 粮食问题非常严重 印度有和巴基斯坦已经沦陷了 现在是中国正在面临入侵危险 为什么蝗虫这么难灭啊 蝗虫是三个月一个周期啊 三个月之后呢 蝗虫会自然死亡 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但是死亡之后啊 它产下的卵就埋在土里了 它产卵呢 大概是它的数量的十几倍 也就是说每隔三三个月左右 如果不灭虫的话 灭虫啊 不有效的话 那么之后几天啊 三个月之后 我们会发现蝗虫的数量又翻了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最开始的蝗虫数量非常少 然后呢 每隔三个月就翻了几十倍 隔三个月翻了几十倍 所以呢 到现在呢 越来越多 甚至能从非洲飞到中国 大家想一下 我们坐飞机从中国 从非洲飞到中国都要多久 蝗虫啊 这个都过来了啊 所以说这个非常严峻 那么我相信澳大利亚不会受影响 但是呢 澳洲出口的这个农作物和农产品的价格 肯定是会上涨的 所以呢 大家要看一下这些新闻啊 这些都对我们的投资非常有帮助 那么CJC这个股票就很好的去说明啊 虽然澳洲后知后觉 但是呢 股价已经是非常现实的告诉我们 它是稳定在上涨的 那么从 11月 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呢 我们推荐之后啊 12月还在低位 两块三两块四的位置 一直到今年1月份 我们说大火 森林大火 影响的就是医药股和农业股 因为澳洲森林大火把一些农业 都给烧掉了嘛 再加上灭火需要的这个试剂 灭火器啊 用的这些化学原料会污染水源 污染这个土壤 污染了之后农作物的产量会下降 灌溉用水会被污染 所以说呢 就非常麻烦 那农业用地 这个正常的产量就会下降 所以说农业产品的价格会上涨 那么到现在呢 大火之后呢 疫情也会影响 因为疫情中国人 农业下地 这个就是说务工人员 或者是务农人员就会减少对吧 因为大家都不想下地干活了 如果大家错过了农耕季节的话 像三月份应该是播种 假设播种我没有播种 那四月份或者五月份才开工的话 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没有粮食了 没有新的粮食产生 就非常麻烦 再加上这个蝗虫的灾难 所以说我认为未来粮食价格会上涨的比较严重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开始囤这个卫生纸啊 但是这个囤点大米还是要囤的 所以说呢 不是别人别人恐慌的问题 而是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多买点大米放在家里 买点方便面放在家里 不要怕别人怎么说 未来事实就是这样 粮食呢 就是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如果澳洲要援助 像假设中国或者是非洲 或者是印度的话 那澳洲本身的粮食储备也不够 我们知道中国的粮食60%以上 都是依靠进口的 像很多 为什么中国要从美国进口搭豆啊 还记得19年的贸易战吗 还有大家还记得猪瘟是怎么来的吗 猪瘟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猪肉 因为中国的粮食储备其实是不够的 都说美国粮食冲击中国 是因为美国粮食便宜 所以说呢 宁愿进口美国的粮食 大家也就不愿意去生产了 因为我生产出来 粮食假设100块钱一公斤 但是我进口只需要50块钱一公斤 所以说呢 我就去买进口的了 那么就很麻烦啊 这个是粮食 那么有一个书 有一本书叫粮食危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在过去呢 我虽然说过粮食可能会出现问题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直接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 在这本书 就是我看一下 有没有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本书找到了 大家可以去买一本粮食危机 或者在网上下 别的危机都不重要啊 就是一个粮食危机比较特殊 所以说大家上网查一下 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了 我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黑色的线代表什么 黑色的线呢 就是代表的 这个叫通道 叫什么维加斯通道 我在这打出来吧 叫维加斯通道 黑色两条线 也就是说我们用的呢 一般是固比均线 加维加斯通道 大家上网搜一下 维加斯通道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呢 就是随便一搜 就能看到维加斯通道的一个应用 所以说大家简单看一下 介绍就行了 这个叫维加斯通道 然后呢 还有什么问题 CGC的技术层面看一下 技术层面股票没什么好看的 说实话 股票本身呢 就是要么一起涨 要么就是跟着行业涨 要么就是对吧 所以说还是技术分析没什么用 你像上周技术分析有什么用啊 都跌 因为大盘跌 web 其实澳洲的股票只要没有太大问题 都是可以继续持有了 澳洲刚刚降息嘛 所以说未来呢 机构的钱没有地方去啊 那么多的钱还是要去到股市 只不过呢 我们个人还是要考虑那个建仓的问题 就是如何抄底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仓位 总资金和对冲策略来调整 如果是我们想要抄底 但是呢 我们觉得下行风险还是比较大 疫情没有结束 我们就少量的做空股指 很简单 做空股指的成本也很低 并且呢 很很大的概率 有一个叫 我们有一个同事啊 赚了非常多啊 赚了几万块 接近十万块吧 上周 一个星期啊 赚差不多十万澳币 是自己的钱啊 不是说用公司 或者用机构的钱 就是自己的钱 因为有一个叫黑天鹅 我们呢 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资金啊 做的是黑天鹅的交易 哪怕我只拿五千 或者一万澳币 我们去做黑天鹅 就是做不可能的事件 不管我们在股票市场 或者是金融市场啊 我们有多少是自己判断的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分资金 五千块钱 两千块钱 或者一万块钱 我们做黑天鹅事件 我们就是觉得不可能发生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反向去做 因为一旦它发生了 就会带来巨大的利润 并且呢 能够对冲我们所有的风险 啊 这个呢 就是黑天鹅的交易 在金融市场呢 里面呢 它叫反身性啊 索罗斯 这本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索罗斯写的书 叫反身性 还有一本书 就叫黑天鹅 金融链金数 叫这本书 金融链金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构图 也可以买这本书 这个呢 就是黑天鹅 黑天鹅效应 这两本书 加上之前说的粮食危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黑天鹅 粮食危机 反身性 或者叫这个金融链金数 还有这个叫非对称风险 这个太官方了 就不要看了 就看个黑天鹅就行了 好了 今天就是全部的内容 Domain的股票 可以买啊 Domain就跟Redstate的差不多 如果是未来房地产复苏的话 那Domain和Redstate 作为两家最大的互联网 线上房地产平台的话 他们的股票会好一些 比我们直接买房地产 买这个house要好 因为还是那句话呀 买house呢 最终啊 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口 地理位置 对吧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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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房 看location 但是好位置呢 房价都比较高 人口呢 我们又不确定 未来增长到底是好 多还是不多 像刘月圣 现在回都回不来了 再加上移民政策呢 现在越来越严 啊 那么中国的钱呢 经过疫情之后 肯定不会放松 不会让他出来了 因为现在 谁都知道 中国如果是放开口子了 大家经历了疫情之后 都想在海外置业 那这个钱 谁这个时候敢出来呢 中央不会放这份钱出来 如果是这份钱出来 估计要等到疫情之后 啊 一年或者是两年以上 因为如果钱出来了 中国的地产就完蛋了 所以呢 中国政府不会放钱出来了 那么未来新增人口 就非常有限了 来澳洲 购置资产呢 呃 就不是那么确定 尤其是住宅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要买房的话 呃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如房地产的股票 或者是RESA的股票好 因为在过去呢 RESA的股价涨的是最好的 还有DOMIN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呢 如果是买房地产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直接看那个叫什么 就是面积比吧 假设100平米在同一个区 啊 他售价是 House是4000块一平 那他售价是3000多块一平 其实还是主要看D嘛 当然这个就属于房地产行业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今年啊 从房地产市场来到我们这儿做股票的机构 是越来越多了 就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 在这几年 在去年吧 到今年 大概是从在我们这开户呢 有二三十个 以前都是开发房地产的 现在都过来做股票了 尤其是在最近几天 加仓加的非常厉害 如果是像未来 如果是涨了10% 那么他们最近加的仓啊 都是在大量赚钱的 就别人贪恋 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贪恋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做生意的人呢 本质上做的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东西 那如果现在的股票市值 经过20%的回调之后 很明显啊 我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就明白了 这里有一个分红 我们看一下分红 RIO分红6.59%啊 这是今年的分红 这是矿业股 麦考瑞银行呢 分红4.55% iSEC呢 分红3.1% 这个PVT不熟 CBA分红5.36% Westpac分红7.5% NAB分红6.78% ANZ分红6.57% 所以说呢 大家像我们很多人喜欢去买这个公寓 其实整体来讲 我们都知道公寓不怎么涨 我们看中的就是现金流 但是呢 我们买现金流 还不如买银行股票呢 对吧 因为你公寓的现金流 减掉所有的支出成本 其实你就正现金流收益 也就是每年百分之一点几 二点几 刚刚比银行利息要好一点 我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值得青睐的地方 像我最近啊 房客不交房租 我还要去问啊 因为我没有通过中介组 所以说呢 我还要去催 到底是不是什么问题啊 我还总担心的把房子给搞坏了 空调坏了 还为我亲自去修 所以说这非常麻烦 他有这个管理成本 但是呢 买银行股票就没有这样的管理成本 加上呢 股票最近银行股回调比较大 而未来呢 如果是下周或者本周啊 银行股再继续下调 5%左右 我觉得建仓实际就来了 5%加上他们回调之后 很安全 再加上呢 他大而不倒 未来呢 分红又这么高 6%7% 8%的一个分红比例 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说呢 我认为澳洲的股票 还是值得我们去购买的 另外呢 未来降息 加上中国25万亿基建项目 会对RL 利拓这些公司产生一定的利好 那么他从100块钱跌到86块钱 如果跌到70多块钱 大家就可以考虑 所以呢 这些 我们上网查一下 25万亿 中国十省超25万亿基建项目 所以呢 这不是说着玩的 25万亿啊 大家想一下当年4万亿 把澳洲折腾成什么样了 中国 澳洲铁光石啊 那个 那个价格蹭蹭涨 2014年的时候 2011年到2014年呢 澳元可是接近于美元的价格 当时因为大量的去购买澳洲和铁光石啊 所以说10个省 25万亿的基建项目 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了 一定要注意 当年是4万亿今年是25万亿啊 扩大了6倍 所以呢 澳洲的股票市场 澳洲的这个澳币 现在呢都处于一个偏低的位置 如果中国基建项目大量的提防石是从澳洲进口的 只要中澳的关系不是那么僵啊 澳洲我相信也不会僵了 因为澳洲现在经济非常需要中国 他肯定会给中国让利的啊 不会像18年啊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对中国那么强硬 当时呢 对吧 这个外交官都下台了 所以说呢 现在的话 澳洲会收到中国的一个政策支持 25万亿啊 大家想一下这个规模 以及未来的自己的家庭的一个投资的配比 如果未来25万亿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利好和机会的话 那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 好了 这个今天的问题就解决了 感谢大家 那么周四呢 是我们的美女 大家如果是想看美女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美女给大家做几个新的讲解 周四晚上同样的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多赚钱 祝大家晚安